新冠患者当日死亡个案仍然过百中 当局说未见到明显回落趋势 昨日有114个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由3至106岁 其中3岁女童本身有严重脑病变 上星期五因为发烧 抽筋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 快速测试呈阳性 他持续抽筋有肺炎 入住儿童心肢治疗部 延至昨晚间离世 另外医管局在今月5日至24日 有21宗死亡未公布 公众脸房亦曾报多5宗阳性个案 第五波疫情至今 累积6888人死亡 本港新增8841宗新冠病毒个案 是自上个月24日之后 首次回落至到四位数 当局说虽然高峰已经过了 但是个案数字仍然在相当高水平 呼吁市民不要松懈 政府亦表明 不会在下个月21日之前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每日数以慢计确诊持续一个月 终于重返四位数 除了6宗输入个案 新增本地感染有3878宗核酸检测阳性 和4957宗快速测试阳性情报个案 一共8835宗 当局说几乎可以肯定 今波疫情的高峰已过 但凭单一的数字 难以证明疫情是否已受控 提醒必须严手社交距离 高峰已过 又有没有机会被原定计划 更早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例行抗疫记者会中强调 不会早过4月21日放宽 我们希望这种向下的趋势继续 就可以满足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大前提 即疫情没有反弹 而且继续呈下降的轨迹 我们可以逐步开放 但是在4月21日之前开放 是不会进行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疫情 不会快到 在这么短的时间 是会下降到一个 令人很放心的阶段 他又说疫苗接种 在这段时间需要继续快马加变 无线电视记者 海关破获一宗经水路犯运毒品案 检获120公斤怀疑可卡因 大约是值1亿1千万 拘捕3人 包括两个分别14和15岁的学生 海关上个月底锁定一批 由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海运抵港的货柜 报称再有电力变压器 海关发现一个变压器部分组件倾斜 打开之后内有750公升油 抽走之后再设个金属甲板 发现10个铁箱 每个床有10砖1.2公斤 怀疑可卡因 海关说贩毒集团利用油压式变压器的 複杂构造藏毒 再层层包裹毒品并注满油验试 海关人员之后将变压器还原 放入货柜展开监控 货柜被放在天水围物流场两个星期 再转移到上水一家物流公司 拆柜和存放一个星期 直至星期四被送到新田一处空地 由两名14和15岁学生签收 海关当场拘捕两人 星期五再拘捕一名49岁 报称物流公司职员女子 两名少年被控企图泛混危险药物罪 星期一在粉领裁判法院提堂 海关呼吁家长在停货期间 要多加留意子女有没有误交损友 不要因为少少报酬就被利用贩毒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瑜报道 有三座公屋要围风强检 大埔广福川继昨日四栋之后 今日广平楼和广有楼也都被围风 居民分别需要在夜晚9点和10点之前 下楼採养 黄大仙东头二村迎东楼 同样因为污水染出新军病毒 要围风强检 三处行动目标明天大约中午12点 至下午大约1点完成 政府推出的1万元失业援助金 创新办说申请至今三天 已经收到17万9千份申请 创新办总监何佩玲说 即使申请人数超过预期 或者超过政府预留的30亿 亦都可以用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的 应急费用派发笔合资格的市民 期望在三个星期内发放 而协助市民申请的支援热线 至今收到大约14万个求助 当中1万1千个求助需要专人协助 呼吁市民耐心等待 他提醒市民如果没有收入和就业证明 需要填写新述书 提供正确和真实的资料 否则需要赴上刑质 政府从内地聘请短期合约照顾完 有630人已经抵港 过半已经到长者暂托中心工作 最快下星期起 经评估的确诊长者 可以直接送去暂托中心 而部分的隔离设施 亦都会接收软舍的密切接触者 对于被指安排流程不善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会引以为监 因应照顾完人手不够 社署早前破格透过内地劳母机构 拼请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合约照顾完 老公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早前曾经说招聘有难度 他在例行抗疫记者会上交代 已经成功招募630人来香港 超过一半已经接受3日的培训 被派到去接收轻证长者的暂托中心工作 本地招聘方面 早前亦都有近5500人申请 但是部分人得识工作内容之后 局部至今请了近100人 第一批42人已经分派去到压力比较大的院舍 其余仍然正在接受训练 位于全湾西的第五个站托中心 星期一将会投入服务 罗志光说随着人手和床位增加 最快下星期开始 经过评估健康状况的确诊院友 可以直接送到去站托中心 减轻医院压力并且加快转介流程 令到有确诊个案的安务院有传释空间 部分设施包括由体育馆改建移成的站托中心 亦都会改为检疫用途 等到院舍中属于紧密接触者的院友隔离检疫 对于亦批评说政府部门不协调 令到长者未能好好使用站托设施 林仔月娥承认是有不足 这个不足亦都可能出现在部门互相沟通 因为每个部门都是专注自己的工作范围 而是未能够充分去沟通协调 安排有不足不善之处 我们一定引以为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善 另外劳福国、食卫局等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 检视和改善院舍通风、防疫等的问题 不希望在第六波爆发的时候 再有院舍长者死亡的情况 本港今天潮湿大暴 多区的相对湿度超过百分之九十 全湾有地区更加录得相对湿度百分百 大霧笼罩由维港望出去 只是见到大厦的轮廓 由中环开车上山顶 沿途一片灰蒙蒙 连看交通灯都有困难 本港多区相对湿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全湾部分地区更是达到百分之一百 有屋远大堂地面潮湿情况严重 管理处放置告示牌 提醒住户出入要小心地画 天花上的喉管更加出现滴水 大堂那里整个地面湿到什么 都觉得脚很痕很潮湿 变了人类疲 看到很多问题 我们都经常有煮那些去湿茶之类 不过有中医师提醒 不同人的体质各异 未必所有去湿茶的配方都适合 街边买的去湿茶大问题都没有 但刚巧那位喝的人士 他有敏感症大家都不知道 身体太虚无不行 起码我们有经验些 对不对 不会亂配给你的 天气潮湿也有可能导致设备故障 宏大仙竹园南川赴源流变电站 怀疑因为天花滲水 令高压供电设备故障 有三栋大厦下星期五晚上一度停电 中电人员早上在变电站维修 天花仍然滲水 有研楼师说 相信是防水曾失效 应该不是第一天发生 应该之前也有水迹看到 之前可能湿得开 加上天花湿了 滴下来 伤水加伤的意思 因为有时湿起来 说真的 电制都无端会吊炸 有时景中五明 有时可能有湿的地方 无端不湿的变了湿 占制南若建议 电力公司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 要额外检查 供电装置上的天花板 有没有滲水的情况 以尽早发现问题 无先列治记者 札月文报道